大馬富商銀牌包遺忘在機車坐墊 遭東區十荒幫撿走 價值超過兩百萬珠寶 差點就不保 富商助理不但自己調閱監視器 還不斷跟嫌犯鬥志 順利追回大部分財物 現在助理身份揭曉 原來是一名身材高挑的美女 以前還是個model 我就跟她講說 沒有關係人都會犯錯 其實我們也有錯 我們錯在舒適 用軟化的心還是中藥 將心比心 對 聰明利用做筆錄時間 與嫌犯溝通 最後私下傳簡訊提出 只要還回護照就不提告 還用兩萬現金當作籌碼 讓嫌犯願意追回 差點囂張的財物立下大功 174公分的Nikki 之前是名房地產投資客 更是直播公司推廣人員 屁時更堅實當外拍model 不管是銳利大圓眼 氣質挺逼和甜美效忠 都神似年輕版 香港第一美女關之靈 能夠讓老闆向重 就是她有一張明星臉 那之前我還有就是做投資客的工作 對就是算是我其中之前的一個產業 之後也是會去當直播 但是路程就是因為我還有經營同學管的 都穩定的之後就是我還是會去做直播 打扮時尚端莊得體又能夠抓住老闆心裡 更能成為大馬直播大亨的特助 光有美貌還不夠 Nikki也用實力跟嫌犯周旋 讓老闆能夠順利回國 證明她不只是花瓶 更是財貿兼具 記者季冠宏 李玉涵 台北報導